桃园在今天新增了5名确诊患者 是全台各县市最多的 师傅医调也发现 这5例跟特殊交友圈有关联 是延伸的家庭群聚感染 师傅医调发现 有一位7月10号确诊的妈妈 追查她的感染源 发现她的小儿子在7月初 曾经接触过特殊交友圈的确诊患者 只是她本身的症状出现的比较晚 但病毒已经传染开来 造成了亲戚跟着染疫 两个家庭总共有6个人确诊感染 师傅也公布了确诊足迹 包含了奇异国旅店 华泰民店城等等 而桃园特殊交友圈的相关确诊患者 已经导致超过40人染疫 消毒洒水车来回清销 桃园确诊足迹又出现在旅馆 桃园2号新增5名确诊者 是全台各县市最多的个案 而且还跟特殊交友圈有关联 特殊交友圈的病毒传播链仍然断不了 还衍生出家庭群聚感染 桃园一个家庭的妈妈上个月10号确诊新冠肺炎 市府家庭疫调追查感染源头 发现他的小儿子也染疫 而且在妈妈确诊前曾经接触过特殊交友圈的指标个案 市府扩大框列裁减这下不得了 他的三位亲戚也裁减确诊 导致两个家庭一共6人染疫 市府公布确诊足迹 包括奇异国旅店、华泰民品城 提醒民众足迹重叠要自我健康管理 光是桃园市跟特殊交友圈有关联的确诊者 已经超过40人 而且这个传播链还衍生到其他县市 那这个案15809 是台北市所公布的指标个案15774的接触者 基隆二号新增的一名确诊者 同样也是在台北某个商旅的聚会怕染疫 特殊交友圈感染在家一人 市府绷紧神经持续扩大匡列 就怕防疫出现漏网之余 记者综合报道 转会点赶紧神经事ad 后院长